各位听众您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的早安现场这个单元里面呢 志平要跟您来探讨一下 这个其实台湾的房地产的状况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 一直是大家所瞩目的焦点 我们固定会在过去呢 固定会有时间来探讨房地产的这个政策 或者是说一些现况还有话题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跟您连线业界来谈一谈 台湾的房地产的状况 首先跟您介绍我们的受访者 这位呢是永庆房产集团 研究发展中心的经理黄书卫 书卫你早 志平哥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谢谢书卫一早又接受我们的访问 书卫我想请教你啊 这个其实大家都会来看股市 尤其探讨股市问题的时候 大家会想要检讨就是九合一选举 选前选后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了这个问题我们问了好多遍了 同样的问题我们放在房地产市场上面来话 我也想请教你 选前是什么样的生菜 选后又是如何呢 比如说这一次一一二九的所谓九合一地方选举 它大部分是地方性的这个公司人员 那其实跟房地产的这个区域性跟未来的这个地方建设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在我们的调查里头的确发现有三成左右的这个买方 他是认为说因为九合一大选活动的影响 他可能会拖延他的进场时期 他可能会观望一下 大约有三成左右 那这个是他愿不愿意进场 他可能会有一段犹豫期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对于选举前的这个激情的这个选举语言 或者是这个建设支票 大家是什么样的反应 以及之后的这个选举结果揭晓之后 我们想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失落 那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投资布局的这个想法 可能要做一个乾坤大挪移了 很多事情会变炮赢了 所以的确我们刚刚讲三成的消费者会认为会拖延他进场的时机 那但是选前选后对于房价的看法走势其实是很不相同的 我们以我们这次调查结果来看 消费者在选前认为明年第一季房价该涨和该跌的这个比例 刚好是一半一半 这个有趣哦 多告诉我们一点 因为上一季其实是看跌的比例是相对比较高 有52个百分点 就是条过一半的消费者都认为是该跌 而且是近两三年的一个新一 大家都认为看跌的这个趋势已成 但是选举之前我们刚刚讲这个选举支票满天乱开 所以大家觉得好像这条捷运也盖得成那一条快速高路也会红 那一条大桥终于要盖了 所以我们看到大家对于房价的看法相对是比较乐观的 那甚至对于2015年全年的房价 这个就相对乐观过头了 看涨的比例甚至有44个百分点 超过看跌的比例 这样子啊 对对对 大家觉得好像如果照这个选举的这个态势 或者是这个建设计划开下去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选举 不管是执政党或反对党 不管是这个再少再野 基本上一定都只有开利多的支票 大家觉得一片看好 你这样看也觉得好 他即使是不同政治立场的 他觉得他的这个候选人体的东西也对地方好 所以大家看一片看多 但是选举之后 我们看到看涨的比例 从原来的44个百分点掉到35个百分点 很明显的已经落后看跌的比例 整个市场的看法 又恢复到原来选前的这个看涨看跌的分布比例 也就是说那这个下跌的这么多的这个比例 符不符合业界的期待 或说是觉得很意外 你们看法如何 以今年的整年的这个全台的总体成交量来说 应该会创下从2000年所谓的网络风暴以来的新低 甚至比如说的这个金融海啸 或者是SARS就是非典风暴 那两个窒息量还要低的这个成交量 甚至是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机会会创下23年 也就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成交量 市场的这个成交的状况的确是相对不好 那可能有消费者 我难想象这个幅度这么的大 是 您说 有些消费者会认为说那市场应该是很冷清吧 从业人员应该都是没什么事可以做 可能都转行了吧 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同志 以目前准备要拿出来卖的放在网络上 或者是已经在求售的这个物件 跟去年比是多了1.4到1.5倍全台 是 供给量已经充裕了 对 那要服务的卖方很多 那要服务的卖方有变少吗 要服务的卖方变多了 卖方有变少吗 没有 我们发现 美方也有跟去年同期比有一到两成的增加 最主要就是前两年 这几年 这几年打放下来 还有些 本来 平常他持续在观望 有这么久的时间 他持续在看物 以目前来看 的确就有所谓的 这个攻击量也过多 需求量也很强 但是不会成交的状况 那不会成交 其实就是卡在价格的关系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线上问您访问的是永庆房产集团研究发展中心的经理黄书卫 书卫告诉我们分析了选前选后的这些在房地产价格上面的一些变化 那么刚才更重要的是这个刚刚书卫告诉我们这个现象我还蛮有兴趣来继续深聊 就是卖方增加了 那么买方其实也没有减少 但价格呢 有意思的应该就是价格 现在是卡在哪里 怎么会让我们的房市好像变得就是好像沉浸在那里 好像死水一样 对不对 现在最主要是因为整体来说 不管是全球或台湾 基本上这个利率还是超低 对于无主来讲 他棘手的压力或者是房贷的负担并没有这么重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大家已经习惯了这十年来的这个多头走势 觉得房子放久了 他价格就会增值 那另外一个房子还是很好的他的质产 或者是作为一个赠予的一个资产配置的好工具 所以他也不亲眼做一个价格上面的妥协 那但是整个市场 我们刚刚讲将局要打开 我们发现有一些奇迹 我们在11月的时候就是上个月的时候 通计全台这个屋主放在网路上销售的这些物件 有16个百分点的屋主开始进行所谓的降价的动作 甚至双北市都有25个百分点的屋主 也就是四个屋主就有一个已经开始降价求收 那这个气氛其实已经开始在蔓延了 好所以大家觉得还是审慎乐观 对于自己要卖的房子觉得 我还是可以卖到好价格 对不对 是我们刚刚讲的比较吊诡就是虽然有25个百分点的屋主 愿意开始降价 但是他这样的幅度相对是让消费这是无感的 降幅可能不到一成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成交量还是没办法有效的被打开 价格还是没办法被买方所认同 是 这个卖方的这个球线的压力就比较小 于是乎房价还是没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下降 是 但是选前选后的确有不同 我们统计选前有三分之二就是66个百分点的屋主 他是要超越行情价5%以上他才愿意出售 没有人愿意减价出售 甚至都要比目前的行情高 但是选举之后我们刚刚讲整个气氛变盘了 甚至大家开始对于2016年的这个立委总统大选 有不一样的想象 所以我们看到原来66%的这个坚持要超高价卖的这些买方 屋主 已经开始很明显的修正 现在只剩五成的屋主认为他应该是超行情在卖 那甚至我们看到有原来只有27个百分点的屋主认为 我用行情卖就可以 现在将近超过四成的屋主都认为说他现在要行情就要准备出售了 有点快要认赔的感觉 不是认赔就是说就是有点觉得好啦可以啦 我少赚一点啦 或者说这个可以我就卖了 那这个可是为什么我还是常常听到不管媒体上面啦 或者说是我的朋友也有这样讲说我们我们何尝不想买房子啊 可是问题就是买不起啊 为什么这些卖房子的这些屋主他不能降的更多一点 明明空屋率就这么的高啊 有几十万户的空屋啊我不去买你们就闲置在那边吗 将来台湾人不是越来越少吗 好那这个人口越来越少住的房子里面的人当然就越来越少了 那你还不降这时候你还不降 你要等到没有人买你才你才放那边养蚊子吗 过去我们说是卖房市场啊 为什么愿意这个买房子养蚊子呢 最主要就是第一个利率条件真的太低 那投资其他的产品来讲风险又比较大 感觉房地产好像这十年是稳赚不赔而且都是大赚 然后越早布局期会越多 看涨的空间越大 那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会诟病的就是台湾的不动产相关的这个税制来说 相对是偏低的 所以不管是交易或者是长期持有来讲 对于这些屋主他可能卖一次就可以把刚刚讲的这些成本全部cover过去 对他们来讲养房其实并不是太大的负担 所以他愿意多买一点 等于是我们说永屋自重吧 只要有买他就有赚取财富的机会 但是现在市场我们你说已经完全逆转了 在我们去年同期的时候 在市场上的买房还有四成以上是认为买房是要投资资产 但是在这一次我们的调查之深26个百分点 认为是要买来投资资产大部分已经变成自助市场 那自助市场来讲相对对于价格的 我们说出价就相对比较保守了 而且相对比较理性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屋主开始的确有 我们讲他有一些这个买气消退 或者是价格开始不再创高价的这个压力存在 他会觉得好像未来的获利空间不大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讲 他过去养房的那些基础 我们说的所谓的第一的贷款成本 第一的税付成本 在这两年可能会有翻天覆地的大改变 也会让他们有所谓获利了解 或者是少赚出厂 早跑早银的这个心态 如果啦 如果这个台湾的房地产市场 未来的走向 会变成用自助为主的话 坦白讲 是不是你们业界会比较不乐于看到 我觉得这个因为其实中介的这个行业 或者是一般的我们说不管是这个 我们大部分是做居间买卖 我们对于价格的涨跌 其实是比较没有看得这么重 其实大家是希望说 整个市场的活络要有交易量 如果价格都掉得高高 没有人买得起 搞得好像整个市场变成一个精品市场的话 我想大部分的从业人员应该是活不下去 如果让它是变成一个必需品 而且是大家能负担 而且是认为是一个人生必经的这个旅程 而且是觉得是一个快乐的过程的话 我觉得对于整个业界 或者是整个未来产业的生态发展 都是比较健康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乐观其成 如果说整个价格会跌到一个正常的水准 是一般国民可以负担 而且大家乐于买房 作为资助的这个需求 不是作为价格操作的这个目的的话 其实这个是对于整个市场来讲是健康的 是的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 永庆房产集团研究发展中心的经理 黄书卫 请书卫跟大家聊一聊 在大选的这个2014年的这个 九合一选举 选前选后会有哪些 在房地产市场上面的一些差异 我们要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再跟您继续探讨 明年的房地产市场走势会如何 好烦哦 这位小妹妹 你怎么了 我有三个烦恼 好 我就是替人消灾解难的神灯 来来来来 我送你三个愿望 真的吗 嗯 说说看 你想要什么呢 神灯 我想要有一台收音机 简单 送给你 我终于可以在早上七点到八点 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早安台湾 晚上六点到七点两岸ing 还有九点到十点台湾APP 那么开心啊 对啊对啊 有了这三个节目 我就能够快速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 那第二个愿望呢 我想要中大奖 神灯神灯 你知道吗 这三个节目 每年都会举办大型活动 奖品好得不得了耶 像是手机咯 平板电脑咯 还有台湾的邮票啊 好啊 只要你暂时收听 我就会告诉你得奖的秘诀 那第三个愿望呢 我想要和主持人对话 没问题 只要你透过这三个节目的脸书粉丝团 和新浪微博 以及参加节目call in 就可以和主持人近距离地接触了 真的 真的谢谢你 另外再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每天节目都会放在央广的网站上 可以随时上网收听 网址是www.rti.org.tw 如果是台湾的听友 还可以选择AM1422台湾台 疼疼 你真的是很贴心啊 走开 赶快走开 各位听众您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今天的早安现场这个单元 志平要跟您来探讨房地产市场的走势 刚刚我们听了我们的受访者 永庆房产集团研究发展中心的经理黄书卫 他解说了有关于去年 就是在2014年的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情况 当然选前选后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我们这样来看好了书卫 展望这个2015年 2015年的这个房地产市场 仍然是会像今年充满了变数吗 我们觉得2015年的变数绝对是不少于2014年 2014年有很多突如其来的这个政策 或者是宣示或者是这个变化 那2015年是有很多即将准备要上路的一些政策 或者是这个市场的趋势正在发生 例如那是 最严重的当然是财政部宣示的 所谓的房地合一市加科税的政策 这个政策从第三季开始谈 然后财政部有所谓的五大原则 然后在每个月基本上都有一个新的措施 或者新的版本认定在对于市场做宣示 的确对于买器来讲是有很大的冲击 那财政部宣示在2016年 它可能会递法完成就要上路了 就是说2015年的这些 所有不动产交易应该都会照2016年的这个新法 是在克制 那的确是对于市场影响很大 因为其实第一个 到底2016年会不会上 到底上的版本是怎么样 其实现在蛮受整个政治环境的影响 所以大家其实不确定 性是非常高的 会不会你们也是抱乐观的想法 因为我坦白讲 照前几天我们看到财政部跟金管会 在立法院里面对于这个所谓的大户条款 股市大户条款的这个妥协的情况来看 照理讲可能房地产的这个业界的力量 如果再多施加一点的话 我相信马政府应该会再屈从一下吧 第一个就是刚回到前面我们讲的那个议题 业者到底对于整个房价飙涨是乐观其成 还是持平看待 甚至是认为其实是很忌讳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对于业者或者是整个产业的稳定性来讲 以目前的管制方式 或者是目前的这个 因为管制产生的这个预期心理 都会让这个资金流向一些不恰当的地方 我想一般的听众朋友应该不清楚的是 认为说台北 全台湾的房价其实是高房价的问题 房子的问题高房价的问题 尤其是台北市 动则三四千万的这个房子根本是不让人住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两年 我们说尤其台北市新北市整个这个交易量荡下来以后 大部分我们刚刚讲 这个投资客基本上在这个市场已经撤出了 那资金其实我们说QE持续在印钞票 这钱还是很多 房地产获利以后的这些屋主钱要搬到哪里去呢 我们发现很多畸形的条件 例如说除了台北市新北市 没有土地可买的的区域之外 很多区域像我们举例来讲 台南台中桃园这些区域 三分之二以上的这个交易 当然是一般的住宅人住的没错 但是超过三分之一的都是所谓的土地操作 哦 原来如此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所谓的这个房地合一 施加克水的政策 说难听一点 有时候好像这个定的法规是这个所谓天龙国条款 一大堆什么派付啊 换屋啊 大家都搞不清楚 但是实际上对于所谓的土地操作 甚至是农地操作这一块 其实是没有人在认真在了解 甚至是讨论的 那这个其实对于整个产业发展 例如说很多这个大陆的厂商 很多台商要回来台湾设厂 或者其他国家的这个重要的厂商 要来台湾设区点来讲 现在它的取得土地的 尤其是工业地的成本是非常的高 这个部分其实是主管机关没办法控制的 另外一个就是农地操作的问题 我们在扣连到九合一选举的问题来说 所谓的桃园变盘 桃园线变盘 航空城大体 很大的一个计划 叫桃园航空城计划 这边土地基本上就是这两三年 全台草税凶的这个地区 对于地区发展 或者是对于未来的计划推展 其实都没有好处 那但是我们看到 以目前的管制方式来说 并没有一个有效的压抑 那以目前这个 所以说整体来讲 房地合一 实价课税上不上路 这个的确是一个好议题 重要的议题 因为它其实我们认为 它最主要的问题 还是能解决 所谓奢侈税必锁的这个效果 因为奢侈税过去是用 总价在课征 不管赚便宜 很较量自好拼在这边 那如果时间长了 很容易产生金融风暴的问题 那应该是有一个 泄压的这个方式 可能就是所谓的 房地合一实价课税 有算才让你 有算我再课你 然后我有一个相对配套的措施 那业界其实是对于一个 合理的房地合一实价课税 能课去在里头 在整个市场 做当投资行为的这些投资客 是有很深的期待 那但是如果说能会 这个政策过于民粹 伤及到一般消费者的话 可能这个可能会造成 比较大的市场风暴 因为我们同期 财政部公布了新的版本 就是所谓的排付条款 就是他认定所谓免 适用房地合一实价课税的 只有2000万以下的 自助型产品 就是整个家里 只能有一户这种东西 就是2000万以下 台北市将近 可能就会有62个百分点的 所有的不动产交易 都会被课证 那这可想而知 会引起多大的反弹呢 是 有了排付条款 它就是表示说 即使是你是自住的部分 你卖掉房子 就是应该要课所得税 而且这个所得税 是蛮高的所得税 对 那所以对于一般的市场来讲 可能会 央起无辜的可能性会很大 如果说这个讨论 没有这么细致 那另外一个 大家现在讨论的 比较简单的叫 房地合一实价课税 所谓的实价课税 用实价登录的资料 作为基础 我想在台湾 好像已经先去成熟了 对 但是我要提醒 实价登录的资料 其实也只有两年 对不对 对 那相对来讲 很多屋主 他可能是在实价登录 就是两年前 购入的房子 那这个成本要怎么认定呢 那财政部 是用当时的交易价格吗 因为当初的交易价格 基本上很多是无法取得的 对 那如果说 有人说 用贷款金额去推 但是有些人 如果没有贷款 或者贷款很少的话 没有那个代表性 所以现在财政部的做法 是用 所谓它的公定价格 公告价格 来作为当初的取得成本 这一定跟实际交易价格 有差异啊 是是 对不对 对 公告限制可能只有 目前地价的三分之一 对啊 那建物可能十分之一都不到 那卖方不跳脚吗 对 那等于是它的这个 课税的基础 一次就倍数的拉伸 是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以目前来讲 在学者或者是一些 这个立委 对于这个部分的 说法其实还不够细致 认为说 这个你持有久了 我们就用减证的方式 我最多可以减证到七成 但是这个相对来说 我们是倍数的这个 税计增加 这个其实对于很多 这个长期持有 也不要说二三十年这么久 可能五年 六年 七年的一些物主 拿不出 当初买入成本的 这些物主来讲 影响就会非常大 所以可能这个也是 未来财政部 甚至是国税局 在执行的一些 这个我们说 我们说南京的税官 就是这些行政人员 他会觉得比较脏脑 甚至认为是 致爱男性的部分 是的 那这个可能 短短的一年之间 要立法完成 甚至讨论出一个 让大家能接受的结果 我觉得是相对是 有点困难的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 为您访问到 永庆房产集团 研究发展中心经理 黄书卫 请书卫 跟大家来聊一聊 哎呀 这个展望 明年的房地产市场 会有哪些走势 不过我们也看到了 影响的这个因素 这么的多 这么的复杂 这个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我的意思是说 立委诸公们呢 可能会觉得 房价应该要怎么 这个税应该怎么 课征才有道理 但是呢 这个政府单位呢 也认为说 我应该要有 怎样怎样的 这个坚持 更吊诡的是 我也看到了 很多的公民团体 NGO团体 他们觉得 应该要有一些 居住正义的话题 于是乎呢 这么多的势力 放在一起来拉扯的话 台湾的房价问题 相对来讲 就变得非常的复杂 不过我们也很高兴 今天能够跟书位 能够就单纯呢 就这个市场的 这个因素 还有这个政策的 因素的影响来 这两个面向来探一看 明年的房价如何 书位 谢谢你的分享 这个分享非常的宝贵 而且我相信 我们的听众 在听到你的分享之后 会给自己一些比较 心里面会有一把尺 自己知道说 我的房子 也许该卖多少钱 那么该掌握的时机 是什么 这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你书位咯 谢谢 谢谢